尾三针的学位组成,上尾三针,合骨,屈齿,齿则,下尾三针,足三里,三阴交,太西,尾三针学位位置,一,合骨,别鸣虎口,属首阳鸣,大长经,圆学,在首背,第一,二掌骨间,当第二掌骨饶策的终点处,会以一手的拇指指骨关节横纹,放在另一手母,食指之间的指铺圆上, 当拇指剑下视学,二,屈齿,在肘横纹外侧端屈肘成直角,当肘弯横纹尽头处,屈肘,与齿则与宫骨外上科连线的终点处取学,三,齿则,别名鬼兽,鬼堂,属首太阴肺经和水穴,在肘横纹中,宫二头肌腱绕侧凹陷处,微屈肘取学,四足三里,在小腿外侧独鼻下三寸, 独鼻与泄息连线上,五,三阴胶,用横指同身寸的方法在内怀肩上直上三寸,自己的手指四指宽,按压有一骨头为颈骨,此学位于颈骨后缘靠近骨边凹陷处,六,太西,取学时可采用正做平放足底或仰卧的姿势,太西学位于足内侧,内怀后方与脚跟骨经间之间的凹陷处, 尾三针的主治病症,四肢肌肉萎缩,结瘫,瘫痪,尾三针的组方圆理,一,尚尾三针,驱驰,河谷均属于守阳明大肠经,阳明经乃多气多谢之经,其中驱驰为和学,有活血通经之孝,河谷为原学,且为四总学及四观学之一,精气旺盛,真感强, 故有行脑开窍,通调气血之功,内经说道,阳明行器于三阳,太阴行器于三阴,故四肢肌肉方面的病变,常取太阴阳明经经学,加以治疗,取则,守太阴肺经和学,清肺泻热,生经利盐之功,二,下尾三针,足三里,为足阳明未经之和学,未除下之,为足阳明脉气所人之处, 为胃气聚会之处,胃与皮相表里,皮胃为气血生化之源,皮又主肌肉,且阳明经多气多谢,本学精气旺盛,因此,本学还被常用于各种原因导致的下肢肌肉萎缩,下肢运动感觉功能障碍,三阴胶,足太阴脾经,脉气所发,足绝阴肝经,足少阴肾经,与足太阴脾经,三条阴经交汇于此, 故能主治肝,脾,肾三经之病症,因而它是治疗下肢阴经病变的首选学,太西足少阴肾经之源学,书学,身为十二经生气之源,故太西为人身元气旺盛之处, 素问金奎真言论说,甚藏经,并在西,素问皆论杨明虚,则宗经纵,代卖失隐,故足为不能用业, 腰以上者,守太明,杨明为主,腰以下者,足太阴,杨明为主,故本学又滋阴降火,培缘补肾之效, 未证的病因虽然复杂,病情又有心久之别,体质有强弱之分,其病疾大多不外乎肺热惊枯, 阳明施热,肝肾因亏三大症形,素恶伪论中至伪读取用名的论述, 所以尽老治疗伪证,多取手足阳明经学,如足三里,屈齿,和骨, 齿则能泻肺清热,养银生精,太西能滋补肝肾之原因原阳, 故六学合用能分别主治上下肢的伪证,根据不同的表现适当选择配学,以供参考, 伪证者常配杨林泉,玄中等学,加强治疗, 肝肾因亏者,加肝于,肾于,举臂困难者,加举臂学, 肩锋前下三点五寸,肘身无力者,加工中学,天拳学下二点五寸, 长不能握者,加内观,长不能伸者,加外观, 抬腿困难加见息,病骨正中上缘三寸, 足下垂者,加静下学,歇息上三寸, 颈骨外圆旁开一寸,足内翻者,加就内翻, 承山学外开一寸,足外翻者,加就外翻, 承山学内开一寸。